剑不可随意出鞘 众人寻着声音 不由儿童抬头望去 那边的夜幕 连以阵阵 轻轻荡漾 那位不速之客 似乎是用了上乘的隐身俘虏 其实一直就在屋脊那边 隔暗观火 此刻缓缓现出身形 是一位身材不那么苗条婀娜的少女 倒也谈不上臃肿肥胖 她一张红润圆脸 身穿红缎子衣裳 很有福气象 老道人有些惊慌 连忙拱手作衣 赵刘拜见副师叔 踩在一把长剑之上的圆脸 少女疑惑道 你认得我 老道人满脸笑容 神高宗此地 无论内门外门 岂会有人不认识副师叔 那也太过孤陋寡闻了 圆脸少女突然黑着脸冷笑 怎么 我跟金童告白失败的酒士 整座宗门都已经知道此事了 是哪个长舌妇 或是贤散汉告诉你的 说出来听听 我回到宗门后 一定要好好感谢一番 不但是老道人一头雾水 其实所有人都战而合上 摸不着头脑 他们之所以能够认得出 这位副师叔 可不是什么告白不告白 而是这位辈分极高的少女 建修 在神高宗靠山惊人 平时最喜欢快速遇见 在一座座山峰之间横冲直撞 而且还是个小胖妞 一年到头那么飞来飞去 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啊 就是笔直遇见冲入云霄 然后从百丈千丈高空一头撞下 只在约门离地两三丈的高度啊 急速遇见拉伸高度 贴地飞行潇洒远去 寻常见修 谁敢这么不要命啊 谁会不记住这位小祖宗啊 再说了 少女在两年前 试图在离地一丈的高度转向 结果就那么一头撞入地面 连人带见 一个干脆至极的倒栽葱姿势 就那么孤零零处在那边 看得原本拍手叫好的旁观子弟 一个个哑口无声啊 最后是与他关系极好的玉女贺小良 对他一番训斥 这才让这位小祖宗收敛许多 少女在那之后没过多久 就从武镜破开平静 成功继身中武镜的洞府镜 然后就开始遇见神高宗了 每天在各座山峰的老神仙 洞府家门口逛的 让习惯了清静修行的宗门长辈们 一个个不厌其烦 但是少女的太老爷 生前曾是神高宗 现任长教齐真的传道恩师 故而一向性情冷淡的天君齐真 唯独对待这位恩师后裔 甚至比对待金童玉女 还有偏爱 那少女一看众人的表情立马就知道自己想岔了 并且还说漏了嘴 恨不得当场就遇见远去千万里 但是一想到贺姐姐和那个狗屁金童的交代 只好忍着怒火和羞愤 板着脸站在屋脊上 开始酝酿措辞 早早打发了那对无足轻重的古宅男女 神高宗与许多门派一样分内外门 在贺小良脱离神高宗之前 金童玉女同出异宗 是一桩极其罕见的盛事 为了历练两位天之骄子 掌教齐真 专门让两位晚辈插手外门事务 当然不是直接丢给他们那么大一个摊子 由着他们去独断专权 而是类似世俗王朝的御史台言官 拥有督察百官之权 而且贺小良他们有些时候 也会被赋予全权处理 某些外门俗事的任务 会有诸批之权 就是以诸笔书写 如何处理事务的具体建议 然后交由外门专门负责 山下俗事事务的宗门弟子 作为历练之一 最后成果如何 贺小良两人又有堪宴平定之权 所以说贺小良 这位宝平州的道统玉女 的确深受宗门栽培 却依然决然地选择离开沈告宗 别说是外人不理解 就是沈告宗内部 许多长老祖师爷都觉得匪夷所资 才有愤然大骂贺小良 是养不熟的白眼狼一事 尾时是沈告宗上下 对福元冠决一周的贺小良 太重视了 正所谓爱之深 恨之切 杨晃寄往山门的密信 沈告宗在新年初七十就早就收到了 当时贺小良尚未离开宗门 和金童还专门就这封信起了冲突 金童先行提笔诸批 内容大致为妥善处置 不用太过苛责杨晃 实属情有可原 贺小良却直接给了相反的意见 诸笔措辞极为严厉 是讲杨晃身为神告宗弟子 竟然沦为掺轨 应当严惩不待 以敬效尤 不过贺小良两人 对于那名女鬼的处置倒是差不多 选择不理不睬 因为双方争执 所以杨晃这封密信 就被暂时搁置起来 神告宗外门关于此事 于情于理 以及还有不可言说的大事 更多还是倾向于当时的贺小良 但是谁都没想到 贺小良突然就不是神告宗弟子了 连一周玉女的身份都舍弃不要 那位爱慕贺小良多年的金童 仿佛是觉得那封密信太过晦气 不愿再理会半点 而且他手边需要处理的事情 不计其数 就随手丢给外门的一位知识长老 只说交给山下历练的弟子 便意行事就是了 不用考虑上边的自相矛队的猪皮内容 那后续的事情就很明了了 赵刘抓住了这个机会 亲自下山报仇 但是幸福的圆脸少女 不知道从哪听闻此事后 就偷偷摸摸的一路跟随 刚好可以散心 不用在神告宗成天想着那个狗屁金童 他遇见飞过千山万水 好不痛快 一路上偶有风波 一听说是神告宗那门迪传之后 个个桀骜不驯的武道宗师山野大修 恨不得把他当成菩萨供奉起来 父姓少女的言语可以作假 但是那顶不敢僭越的稀罕莲花罐 以及和腰间那枚扎眼的金黄玉佩骗不了人 圆脸少女出现之后啊 大人刀客和道士张山就都明白杨晃夫妇的命运 已经不是他们能够掌控的了 说再多的话都没意义 一位神告宗的长辈只说一句话就够了 杨晃握住女鬼的手 抬头望向了那位少女 坦然笑道 孽障阳晃与捉襟 全凭父师叔伐落 不管生死 仅遵师叔伐指 圆脸少女瞥了眼那对夫妻 一个哭搞一个丑陋 模样实在是让人喜欢不起来 当然也谈不上厌恶 他一想到密信上的两封猪匹 少女叹了口气 心想反正贺姐姐都已经不是神告宗的人了 那就按照那个狗屁金铜的意思吧 他清了清嗓子 发号施令 赵刘带队 去搞定那座银辞 至于是亲自动手 还是跟当地朝廷官府联系 你们自己看着办 杨华夫妇 就这样吧 以后只要不打着神告宗的旗号做坏事 总之 从今日起 你们夫妇一切所作所为 都与神告宗无关 既然看完了热闹 圆脸少女就不愿再待在这个山水破落的鬼地方 迅猛遇见破空而去 速度极快 别人遇见飞行啊 都是沿着一个弧度缓缓爬坡 最后进入高空 复兴少女 却是恨不得笔直一根直线直冲云霄 看着让人惊心动魄 总觉着她会一个不小心就摔回地面 杨晃记起一事 她大声道 谢过傅师叔 先前退敌之恩 老道人赵刘 拱手作衣 恭送少女离去 在那之后 冷哼一声 一言不发 转身离去 杨晃没有得意忘形 反而对老道人师徒之外的 众位神告宗小仙师 抱拳欠一道 杨晃一身污秽 不敢相送诸位仙师 收回妇妖所的少年道士 以及妖挂打鬼竹编的同胞姐姐 犹豫了一下 都微微点头 那个手持震妖目的小道童 大摇大摆地离开 突然转过头 做了个鬼脸 对那个树妹女鬼笑道 臭八怪啊 臭八怪 原本笑盈盈的女鬼 顿时神色欺然 缓缓扭过头去 双手捂住脸庞 再不敢见人 刹那之间 小道童突然停进了脚步 就那么直愣愣地站在原地 纹丝不动 不是她不想动 而是她不敢动